上一节课我们用智能指针改造了我们的任务系统 用智能指针改造了我们的视察数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同样的为了后续我们整个框架 整个系统更加健壮 我们要用涂层系统去改造我们现有的这个瓦片加载过程 那我这里呢画一张图 我们在地理信息上或者在我们记者系统里面最小的单位就是瓦片 那这张瓦片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定义 是一个区域 那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是加载了未片 那么在我们当前目前这个课程里面要加载什么 要加载高层 那后续我们有可能在这个瓦片上去加载路网 加载倾斜摄影 加载其他的模型 加载点云等等 很多种数据结构 要在这里面做呈现 所以我们要用涂层对先有的这个数据结构或者是框架进行再次改造 改造之后我们的这个系统就像我们这个图描述一样 那么瓦片高层路网清晰摄影的还有其他的都是一个新的图层 那我们现在来在上一期课的基础上进行这个图层的定义跟设计 那么现在大家对这个图层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这里面增加两个类 这两个类呢就是图层类 大家从图中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图层类 它的目的是干什么 那这个图层类的目的实际上就是 把原来的瓦片的管理使用图层进行管理 把现在我们要做的高层数据也是通过瓦片图层的形式进行管理 我们都派上基础 派上它目的的是为了可以做什么呢 做智能指针 因为我们的基础就已经支持了智能指针 那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要对V片对高层经管理 我们这里面需要有哪些提供哪些数据结构 大家可以思考 那第一像我们这个图上一样 我们首先它是分了类型的对不对 有V片有高层有路网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进行一个分类 做一个定义 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枚矩 这样我们让它是个硬特类型啊 DLayerType-Image LayerType-DM LayerType- 录网录网我们就用Rode LayerType- 轻易摄影 我们就photography 用英文与中文吧 轻斜摄影 模型啊 我先定义这几种 实际上我目前能够用到的就这么两种 第二我们在瓦片管理的时候 首先这个瓦片从哪个路径去读 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信息 这个pass 还有我们 扩展名 我们现在读的是什么呢 是 JPG 那么我们高层它不一定是JPG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要做管理是不是叫接管 在这个任务系统里面当我们请求一个 瓦片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会请求 未骗高层或者很多其他的也可能同时请求 那么这一段是不是 就需要做管理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样做 这一段返回的是一个什么的任务 对不对 那我这里要包含任务系统 还要包含四叉数 我创建任务 不同的创建任务 新批 弄了 我们回来看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产生一个任务并加到我们的任务系统里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任务系统去读 从我们的瓷盘上 或者是从其他的地方去读取 获取这个任务所描述的内容 那么我们目前的任务里面描述了一个什么呢 image taylor 还有个tree 这个tree是啥呢 是任务的 语言 是谁发起的这个任务 就是由这个瓦片 所发起的一个任务 那么现在可能 不能这样描述了 这个任务里面有可能是image 也有可能是高层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这种数据 所以这里面填充内容不一样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是干嘛呢 就查找是不是重复对不对 那这一段是不是也应该是我们任务系统做的事了 原来这里做了个map 通过一个字幕串 那么现在我们想象一下 字幕串是不是慢呢 那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式 用什么方式呢 用什么方式呢 可能 有些这个同学已经想到了啊 我们可以用 这个瓦片的id做所以 这里面我们就用一个瓦片的id 瓦片的id呢 我们整理后 它就是个数字了 好 那我第一个函数是创建 那么有创建是不是应该就销毁 对不对 当我瓦片销毁的时候 我通知到我的图层 然后呢 我们在之前的系统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验证 验证什么呢 这就是验证 验证我们当前的这个节点 是不是已经在系统里面 如果在怎么做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这里面取消 就是要掉我们的什么呢 掉我们的销毁 对不对 执行应该掉我们的执行 我们先把接口写上来啊 验证 验证的话 是不是应该返回一个不 然后读取 然后读取 read 我们用这个任务去读取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给的是这个任务 我们先定义接口啊 先不管实现啊 我们现在这个实现 先把这些没用的数据先删掉啊 先定义接口 先不做实现 我们在编码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一定先去实现你的这个函数 那个先干什么呢 先去把你的函数定义 出来 然后具体的实现 后面我们再考虑 这怎么不对呢 应该是这个点一支 少了一个L 那只要是这个点一支 Excel 做具体实现 先要把流程跑通 所说的跑流程就是 我们设想的思路 有了之后 你要让我们的流程 就是在应用层上一层 去调用它流程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流程 好了我们这个就看出写了 写了之后我们想象一下 是不是要对 这个Turing 这个类作改造 这个里面应该是包含有涂层的 信息有多个涂层 对不对 原来我们定义一个涂层的ptr 因为我们现在全部都用 智能指针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后续也是一样的 同时我们这个layer 是不是有多个呀 一个数据 一个数据 数据 数据 当然里面也是智能指针 有了这个定义以后 我们在Turing里面就要增加一个 对象 那就是layer 那有了layer这个对象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对layer做增三改查 这几个操作至少的是不是 那我们就有定义add layer 那每一个layer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说这个是中国区 下一个是美国区 美国一个图层 中国一个图层 也可以这么分 名称 然后是layer的指针 添加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名称去判断它是否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layer里面名称就是唯一的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layer结构里面 是不是也要增加这样一个字段 我们要增加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的话就是名称 唯一标识 那实际上如果layer里有了这里 你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对吧 第二 remove remove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给layer指针 也可以给名称 那么传餐的时候尽量用const长饮用 然后呢 添加移除 这两个函数基本上是够我们用了 那我们就先做这两个 好 放循环 这是多个图层 s 复数啊 表示多个 那如果 我这个名称等约 或者这个指针吗 这个指针已经存在了干什么呢 如果到这 没有 添加的时候我们没有给名称对不对 那我们就直接判断指针就行了 那这里 移除 移除的是不是要查找 是不是 如果 我 这个用迭代器吧 为啥用迭代器呢 因为我们这个 速度删除的时候用迭代器去删除对不对 有什么 没有 在这边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改造的就是我们请求任务这块 这里就要改造 这块代码就不应该放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系统里来 不应该放在这个类 应该是这里掉谁呢 放循环 循环所有的类 然后这个列 创建一个任务 那么创建完之后如果这个task 等于空我们就 不做任何操作 那么有没有可能等于空当然有可能因为我们请求的 这个瓦片力不存在 那他就是返回空了 否则就干什么呢 否则就是task system 否则我们就把这个任务加到 这个任务系统里来 是不是这样 当然取消啊也是一样的那取消之后当这个瓦片 取消我们应该也是便利整个 便利整个 这个图成 嗯这样就移出这个任务那后面那不就不用了 спs 那我们因为写到这的这个代码 其实有部分是可以复用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代码给它拷贝到 我的这个里面来 这个创建过程 然后这个销毁过程 是不是就这段 那我这里面要包含 这个add就不在这做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里面是产生了一个 唯一的编号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用不用它了 不用了 因为我们这个node是用id了 这个id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用它了 它就是唯一的了 taleid.index index实际上就是taleid 就是xyz编号 行列号的一个合集 组成的一个唯一编号 如果不等于 看看啊 如果不等于就return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是拥之前就做这件事 这个id不等于就说明这个任务已经在了 在了我们需要去创建了 不需要了 接下来才需要 或者我们这样写吧 这样写呢 后续调试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这个值啊 好 再return它 那么 我们这个创建就写完了 那么销毁呢 销毁是不是一样的呀 如果这个我们就用out了 out代替了 这样的看那个代码很简单 很简洁 这两个函数就做完了 那这个验证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验证它是不是有效的 那么看等会儿我们就会用到它 这两个还是做完了 实际上就是把原来的 这个内容 搬了一个位置 但搬了一个位置之后 我们这个系统更加的健壮啊 更加的容易理解 方便阅读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执行 执行的时候 当我们任务执行的时候 我们看拿到一个任务 我们干什么呢 这里是不是去读图片 对不对 那我后续是不是有可能是读其他的数据啊 比如说我去读高层 去读其他的电子地图 读路网 那么这一段 就是应该用我们的 什么呢 对应图层 对不对 对应图层 那这个任务所属哪个图层呢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要保存当前图层的信息 这个大家要清楚啊 为什么我们要加入一个图层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我们这个任务是哪一个图层建立的 我们就知道 读的时候就用这个图层去读啊 那这里为什么有智能指针呢 因为我们图层几乎啊 只有一个不会有批量的啊 就只有一个 所以这里用智能指针了 好 那我们看 这里面我们加了这个变量之后 那我们在请求的时候 这里面是不是也应该对他进行负责了 Layer 等于谁呢 等于2PTR Layer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激烈的函数 这样的话就把它 罗指针就把这次转换成了 这次这个罗指针转换成了 真正的指针 保存下来了 好 那在我读取的时候 这里拿到任务之后 拿到任务之后 再返回 那到这 我们就读取 读取这段 这段 加在哪里呢 直接应该掉 PTask 叫任务 叫图层的读取了 不同的图层 读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我们读的给这个任务进来 对不对 那实际这里面就做了这么一件事 这段都还不是是不是 应该这样写 读成功了 才加到完成的这个对立里来 是不是这样做呀 那我们这段代码好走 在这里 这里拼路径的时候 大家注意了 这个s是不是就pass 点c-str 就是我们的根路径 任务是不是就这个 但是我们要把它转成这种类型的 对不对 如果转换失败了 这个任务类型都错了 那就反过失败了 否则读取 读取的时候 这里就都一样了 同样 这个GPG我们要把它改掉了 改成什么呢 我们给定的扩展名 是不是 就是这样 然后掉这个image漏的这个方法 去读数据 如果这里面到这儿 读的这个image 这个大家注意了 这个image 现在我们放在这里 实际上这个设计是不合理的 但现在呢 我们不去动它 我们先把这个layer的流程 给它改造完 然后再去改造任务 如果这是不是就成功了 否则这里是不是就失败了 好 这也就读完了 那现在我这个任务 我的这个layer 既支持了什么呢 高层也支持了被骗 那后续其他的类型 是不是也都支持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图层的一个意义 好 接下来 我们读完之后 要处理 在我们的update的函数里面 是不是 这里 这里面我们拿到任务之后 这里是不是做了一次 干嘛 查找 这是不是就验证了 这个是不是有效的呀 那这里是不是 我们就掉这儿就行了 f 是不是要 这个判断图层的了 layer点 这个指针 验证谁呢 验证 我们看 它的参数 验证 这个node 这个node是谁 是不是就这个里面的 这个东西 验证它 也就是验证这个数据 在不在我系统里面 就这个判断 如果在 就 干什么 做如果不在 就做另外一条 分支 那么看 这里面 如果等于空 说明这个任务就没有了 是不是 那就continue 如果等于空 continue 否则 删除 删除这个任务 那这一段 我们就应该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去判断 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去判断 false 否则 我们把它移除掉 然后呢 里面处 是不是 这里干的事情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过程 所以 回到这里来 就是不管它有没有 是不是都 执行这个动作 不管它失败也好 如果是失败 如果失败 其实我们就 这 干什么呢 continue 对不对 下面的动作不执行啊 因为你 都失败了 对不对 你不在我系统里来 我就不需要再执行了 如果真 那不就执行下面呢 下面呢 我们就看 这里是更新什么呢 更新纹理 那我们这里就判断了 对不对 这里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 是处理 在这里做类型判断 然后呢 在这里处理 还有一种做法 就是把这一段也给它抽象出来 那我们先做简单的 我们看这里面 因为失忆到的内容相对比较多啊 我们先做简单的 后续呢 我们再改造 先做简单的 判断这个layer的什么呢 将有类型了 对不对 有type 那这个type呢 我们现在呢 处理两种 image跟dm image是不是就干这个事啊 dm dm干的事情 我现在不知道 我先把它写起来 我先把它写起来 好 那到这儿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任务系统的基本的一个架构 不是任务系统 应该是 图层 图层系统的一个架构 就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看一下 之前有些已有的数据结构 是不是就不要了 是这里没有用了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删掉 那引用到它的东西找到 这一段是在干嘛呢 这一段是在 绘制 这一段是不是 这个这个还不是这个 没有了 没有了 编一下吧 好 那这儿做完了 我们要想 要想让我们的系统跑起来之后 是不是还要改造我们原有的这个系统 原有的系统里面 这个函数还要不要了 set 是不需要了 它是不需要了 编译 这个不要了 那这个pass是不是也就没用了 好 这里这里注意了我们是不是要用涂层系统去替代现有的那我们是不是先拥一个layer 那默认时候呢我们要给他一些参数啊 免得我们去再填一些 第一个 第一个很重要的 嗯 name 扩展名 好了 那我这里要给了第一个名称 那就叫image image图层 当然的名字你可以自己给啊 这样唯一就行 第二个 读取的路径 第三 读取的扩展名 第四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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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1米 好 但这里要包含我的路径啊 包含的内容 这里是个智能指针 OK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加到我们的系统里去 是不是这样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layer就做完了 当然这里面 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这里的读 还是读的什么呢 调的这个图片的读法 我们应该 瑞的 贴列这个函数 应该根据它的类型去读取不同的 数据 对不对 那等一下 我们再来说 我们现在这个改造完成之后编一下 保证我们之前的成果能够正常的运行 然后呢 我们再去改造 其实这个函数是不是已经没用了 删了吧 我应该是个抽象类 那我们就留着吧 这个里面 这 嗯 其实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我们现在不管它 把它给它空吧 然后我们 代码做完之后 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跟一下 看一看它有没有 按照我们给定的这个节奏 去运行 第一 创建一个layer 这个呢 就 F10了 F10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有没有给复制正确啊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第二步 加进来 哎 加进来了 但加进来之后 我们看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里 这里 这边 没有返回 trop fos 是不是 加进来之后到出主化 然后我们再看请求数据那里 这里 这里出来了 一个图层 F10 F11 这个ID是0 因为是它的行列号 级别 行号列号都是0 所以它是0 然后 加到系统里去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我们看是不是对了 它对了之后 我们看这个好像没有加是不是 这个级别不对 我们看一下是哪里的错误 加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 去看这个 处理 处理就是在 这里 这个没有跟过 是不是 大概是没有在加了 是不是 我动的时候就没有产生瓦片了 对不对 我们在 这里打个段点 没有在加债了 对不对 那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没有去加债了 那没有加债的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加债的原因是他瓦片没有再掉这个函数了 没有地域请求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请求了几次 F10 走 这是第一次 这是从这里来的 是不是 用了两个根 第二次这个 这个ID应该是多少是010 然后我们看一下处理 Process 就是update的函数吧 这里 对不对 有两个码片 多 类型 set 图案 成功 这里是不是被我们 拆了某些东西了 我们进去看 我们要看这里会不会进来 这里进来了 进来之后是不是又拗了 又拗是不是应该继续的去干什么呢 去请求码片 F11 大家看这是我们写错了 这应该是64位的 对不对 这里是一个错误啊 因为64位的他 只取了这个D字节 结果就全是0 所以说造成我们就 就是这 return了 对不对 或者是没有数据 请求是同一章 这个问题很严重 就刚刚笔物造成的 这里 我们还有哪里用到了这个了呢 好像就这 其他地方都是直接填的 对吧 所以这个笔物啊 所以这个笔物啊 这个大家查问题的时候也是像我一样 这样 你再来看 就你要知道出现的问题 具体原因是什么 这个你要清楚 否则的话咱们 你只是把问题改正了 你不清楚它的具体原因 那后续再发生一样的 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做 是不是这样就OK了 好 我们看这 更新的时候的初恋错误是不是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错误有可能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ID的问题啊 回来再看我们之前的 这个之前的就是在layer里面 这里 这里我们用到的这个ID 我们回来看之前的这个啊 之前的是什么 看之前的是没有问题 我们看之前的这个所以 现在唯一发生变化的这个所以 我们用了这个ID 之前的所以是用 ID加上它的对象 对象的指针地址产生的一个key 就这 那现在区别呢 唯一就在这里了 其他都一样 那我们 分析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这节课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我们先 结束掉 结束掉 下节课的话 那这个就当成一个任务给大家 大家去想一下 我们之前这么写没有问题 而我们改成ID之后 反而出了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